你知道在早期的喜羊羊与灰太郎中 美羊羊为什么那么讨厌费羊羊吗 其实在最初的时候他们俩是很好的朋友 但是之间经过的一些事情 让美羊羊逐步的降低对费羊羊的好感 虽然当时的剧情是单元剧情 但是某些设定却这样保留了下来 这天费羊羊正在和喜羊羊他们快乐的踢着足球 美羊羊正在和暖羊羊欣赏她好不容易做成了荷叶伞 也许是特别想展现自己 当即在原地进行了一个倒挂金购 万事最怕成为巧合 费羊羊的足球正巧踢到了美羊羊辛苦做成了荷叶伞 完成一个帅气的姿势后 立刻前往美羊羊这边炫耀 原本希望得到美羊羊夸奖的她也受到了美羊羊的报答 其实我感觉美羊羊这次生气是很合理的 自己辛苦努力的成果被瞬间打破 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道歉 而且还厚着脸想要得到赞美 确实有点说不过去 除此之外在和美羊羊打球的时候 还处处拦截美羊羊可以接到的球 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费羊羊在美羊羊面前爱表现的行为 本来就不善球技的美羊羊想多接几个球增加一下游戏体验 但是由于费羊羊在其中的天乱彻底让一天的好心情破灭 更让美羊羊伤心的是 在比赛结束后还在美羊羊脸上留下了烙印 虽然说是不小心 想必美羊羊当时也是很伤心的 这天美羊羊在野外写生 正巧遇到了在一旁的费羊羊 也许是担心美羊羊的安慰 但是不分场合的出现确实让美羊羊处于尴尬的处境 由于画的花比较逼真引来的许多蜜蜂的观赏 但是费羊羊的一阵飞沙走时 打破了这份响合 之后又在美羊羊画小鱼的时候遭到了费羊羊的捣乱 最让美羊羊生气的是在他们爬山的过程中 费羊羊为了展现自己的男子气概直接用导弹开路 不知道她当时是怎么想的 反正最后的结果却让美羊羊承担了这一切 看完这几个片段 再看美羊羊讨厌费羊羊的视频 就有种说得过去的感觉了 视频属于个人观点 小伙伴们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呢